花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星啊 夏天就是又需要杀虫,又需要杀菌的季节 因为温度高又潮 看到没有 花友们看一下 小星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花的话 就是起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小棉花虫 棉花虫的话 它是会啃食叶片的啊 所以在它发现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杀掉 夏季的话 像想养花的话 这种杀虫药的话 就是需要时常在家里背着 但是呢,一定要放到隐蔽的地方 防止家里边有小宝宝之类的 这个是杀虫药 是一克兑三斤水吸湿的杀虫药 然后给它喷上 这种是杀小棉花虫的 喷上之后就杀掉了 有好多花友担心说 这个往花仙里边喷杀虫药的话 会不会烂形啊 像这种杀虫药的话都不会烂形 但是你尽量在喷完的时候 放到通风好的地方 尽量让杀虫药快速的一个干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简单的这个杀之后 杀虫药就把棉花虫给杀掉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有花友会掉以轻心啊 就觉得这个棉花虫的话就灭绝了 那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棉花虫愿意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可能你自己曾经出现花见的地方 或者是这个 这种酷鸡的地方是棉花虫非常愿意待的 而且是隐藏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当你的花出现棉花虫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及时的两三天去观察 像这个花的中心叶发现了大量的棉花虫 其实代表有可能在别的地方也会出现啊 尤其是底下的小叶片 来花友们可以看一下这颗花 然后看这个地方 这就又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棉花虫 这种棉花虫的话 它都不是你看到最小的啊 有好多年龄大的 你一定要带一个小花镜啊 而且它很愿意存在于 就是如果你的叶片有一些卷边啊 它很愿意存在于这种小卷边 它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小的状态啊 你看这个叶片的这个地方 你就一定要把它及时的清理干净 棉花虫是因为温度过高 然后比较有湿度 包括可能花之间太密的话 就会出棉花虫啊 你像这个小花 大家看一下它最小的形态的时候 就是看到小青手指这个位置 就是很小很小的棉花虫 而且它相对来说繁衍的的话 就比较快啊 那很多时候呢 它愿意在这个酷鸡这个里边 都是愿意有流传棉花虫的啊 所以如果有沙虫药的话 酷鸡里边也可以喷一些啊 喷一些 然后提前预防一下 包括像小青手这个花的话 它很愿意待在隐蔽的一个角落啊 你看看 扒开花这个小镜 小镜杆 然后这个白色的这个地方的话 棉花虫也有会发现个别一两个 所以当你的花出现棉花虫的时候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 周边的两颗花三颗花也相对来说 看一下 而且你在消杀的过程中 一定要给它消杀干净啊 因为它其实 起起来的话还是比较快的啊 它不会给花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是它会啃食你的叶片 把你的叶片啃食之后呢 变黄或者是有一个窟窿啊 把你这个尖杆也会吃的啊 就是棉花虫是一个吃叶片的一个小虫子 这个就是小星期今天给大家分享 棉花虫呢 消杀起来很简单 但是消杀一定要仔细 因为它很容易隐藏在隐蔽的角落 让你不容发现 而且它的体积的话 最小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小的 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知识科信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